什么缺点跟你说说你 第一个是实在 不会撒谎 期待在社会淘汰 这个是优点 不是优点 第二个 缺点是脾气太好 从来我就这么说 咱俩以后就讲说行 你欺负我 只能你欺负我 我不能欺负你 就这么个人 奇猛了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大爷你退休前在洋葱新闻上班 隔着孔明夸猪狗呗 自夸的大姐都给整猛了 今天来相信的蒋大爷 今年65岁有房 大爷平时没啥爱好 就爱折腾家里的小园子 整园子呢 叔那你这个园子里边的东西 没少种呢 没种多好 园子小 一样种了一样种了 但是你说这都一样栽点 给大伙给邻居 给大伙他不有 出个园园好 你这么又背笼 又这个重要 待不住 你知道这俩活都不算活 一个是待不住 二是怎么的 又要影影干 要不没啥干 这个笼就用这个刨的 这橱头这叫 橱头这叫 有草就这么铲起来 这玩意儿有的不懂 它没草就不铲 这玩意儿松松 松松土 像衣裳似的 太埋叉了 那就不好整 差不多就洗洗 就没草也得 不仅小园子打理得井井又调 大伙自家门前的空地 也是干干净净 谁看了都得夸一句 这我们家门口吧 这家位置是我的 我把我的少干净了 我的家这一天 三天少一回 我的少干净了 这位别是三天少一回 你看是我们家干净 我少干净了 这不是谁打这个 打这个羽毛球 打什么玩意儿 球挺好的 环境干净球得得劲 在家里就得老干净了 大爷家不仅房子大 酒也是琳琅碗末 各顶格的多 但大爷说了 咱是养生人 低酒不沾 这些都是摆设 一九十九 就是一百个平方 右边是个酒味 这就算酒味了 当时 我现在不喝酒 我挺让人不喝酒 以前年轻时候喝酒 高三四年了 第一酒不沾 那个 现在不养生嘛 那人说喝酒不好 改革开放后 大爷紧跟潮流 踏上了经商制入 在大爷的打拼之下 也成功摇身一变 成了万元货 改革开放之后 八几年 八八年 我在那个 咱们地理市佛星团 有红星游人厂 当场上去 后这红星游人厂 九几年黄了 黄之后呢 我就整服装了 咱们上溪流 再上什么 北京 哪都买 外国运 运完了再卖 零卖 零卖再批拔 最多是三个店 那你那个证据 挺大规模呢 规模不太大 人家有规模比咱们还大 咱们一般 九九年整的 你看那个 那时候 就一月能挣两万元 九九年开始整服装 一个月就能挣两万元 对 那时候钱多时 那时候才是 一一年 二儿结婚 所以不大 那服装行业不好 现在都在网上供 不太好 虽然挣得多 但架不住儿女费钱 大爷前半辈子 挣的这点钱 全养孩子去了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大爷如今年过半百 手头也还是有点积蓄的 一个姑娘在美国 是长孙外学院毕业点 她的那个 有花抱钱 那个小的是律师 小的念书 花钱花更多 念书念多 念多 你说这 钱半生挣钱都被 还花了 你现在是有退休金吗 有 退休金左右 两千一百五元吧 除了退休金之外 还有其他的收入 有 有那个能生款 我一年能收入 这保守所期望往下 尽管和前妻离了婚 但大爷还是在前妻生病时 拿出了十万元给她治病 这样幼稚的大爷 对以后的老伴有啥要求不 对一个不求就是 第二个 就是干什么 啥不能干 不行 第三个 对有 对有设法 根据江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今年六十岁 有房的胡大姐 人还没见到呢 胡大姐先看中了 蒋大爷家的小园子 这小园 这是熟的小园 她还种种多虫的 你看她长大了 多大 你妈跟我差不多 她那个种的比我水平高 你看人家都脚种的 嗯 这些树看没看见 这些树也是熟种的树 果树 这一片果树是她种的 挺好的 然后前面这个小院子 里边有个电动车 那个 这块也是她自己整的 那个墙是自己砌的 这地也是都是自己砌的 嗯 挺好 嗯 你说这边要没有这些树 你说瞅着它就不好 对啊 突流 这一出来那个心情又不一样 你说师父 两人见面后 大姐更是直夸大爷的园子 给大爷夸的那是铁花乱坠 找不找呗 嗯 您俩先那个互相介绍一下 我姓蒋 蒋换东 我姓胡 我叫胡梅 胡梅 嗯 那个古典哥月子这胡 对对 胡梅 梅花呢 梅花的梅 对 都说对了 哎 你这小圆吃过 比我那小圆吃过还好 你看你干活就归整 但我干活不是归整的 一家住二楼 完全二楼有一个这个缓台 那不大对 他也那个对 他也种东西了 也种花 对 也种菜了是不是 种 对鼠印象怎么样 还行吧 人是个好人 各方面中可看的还行 能打 八十分 既然对彼此的印象都很不错 两人决定坐起来好好唠唠 大姐率先出击 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那个今年那个六十熟兔了 嗯 我没过生了 我就说个六十熟 熟这边这个酒架上有这么多酒 你喝酒啊 不喝酒啊 不喝酒啊 就别喝酒 不喝酒啊 这么说啊 以前喝酒了 那个那个 现在你是 就是白酒地就不沾 你抽烟不 你不抽 这烟更不抽 挺好 我喜欢不抽烟不喝酒 因为我家人都不抽烟喝酒 哎嘛 不抽烟不喝酒还能碍干净 这不是妥妥的甜了小子 大姐这不得乐开了花呢 大姐这头正满意呢 大爷却说他有四不交 这可给大姐瞎了一跳 我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有四不交 我不是还给你敬不敬 你站不站 第一总不交人的是 对老人不孝敬 这条站没站呢 我呀 嗯 老站呢 我父母都是我次 第二不交是 打小马匠还勉强 不过人不交 我从来不上马匠馆 但是我一年吧 也就能玩个十次吧 我也是 我也会 就有时候玩个三缺一 或者啥的 你过来呗 不用说行 那个吧 就是我这赌个 赌个大火了 这个叫小爱好 这娱乐 小爱好吧 这个亲近缺一手 我说你会玩呀 要玩几把就玩几把 第三个呢 这个说话不算数也不交 我说哪办哪 第四呢 日品不好我不交 不管男女 我这人不好好脸 就是吧 就是情要志气 又爱脸面个人 我是个这么个人 就是 那个 什么那些都不涉及到我 就是一点都不可能 那事儿 是不是 就那个 这个人 从我跟老婆人综合素质 还行 我第一个天哪 这是相亲现场呢 还是领导考核呢 大爷你隔着考综合素质呢 得亏大姐能乐过关 不然这心可咋整啊 大姐四项考核都入了大爷法眼 大爷也主动坦诚了自己的缺点 什么缺点跟你说说您 第一个是实在 不会撒谎 现在在社会淘汰 这个是有点 不是有点 我也那样 第二个缺点是脾气太好 从来我就这么说吧 就咱俩以后就讲说行 你欺负我 只是你欺负我 我不能欺负你 就这么个人 他性格也是特别好的那种 然后为人也很实在 就是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子 然后呢 他再找伴吧 就是也是希望说 我能找一个人 说两个人呢 互敬互爱 对 然后彼此有个陪伴 这是你心里边最真实的想法 这是主要 大爷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你还真就是一张纸上画三个鼻子 不要脸啊 隔着王婆卖光 自卖自夸呢 差不多得了 小心点别把牛吹上天 到时候收不回来 没想到 吉林的蛤蟆 江苏的蟹 两广吃遍自然界 西北的羊肉顶一切 东北的大象战士界 大姐还就是喜欢这样的 眼看大姐要飞蛾扑火 大爷赶紧加大火力 再多表现一下 以后你的生活我包了 你的未来我负责 吃喝一切都是我的 身体啊 我说我哪句话的负责 我是没有三高五 我有点毛病 你什么 我有点假烤 一生气 反正就那个啥 假烤我不太懂 假烤的意思 假烤 就是说气的 我这边是气出来的 所以吧我 这啥叫什么意思 就是怕生气 要你说我跟谁吵架 我都不敢吵 去到我这大事门儿气你 人家你气我了 就是 那个假烤 那个也不是太 就是不算什么大病 这种说 对 所以就差这两个点 那个旁边的事 我还挺满意 大姐还没沦陷呢 大爷你先一头栽进去了 大爷都现场表白了 大姐是个啥态度啊 我说我挺满意的 那谢谢你 谢谢 这个你呢 就是 这么说吧 我满意了 你妈满意是你的事 这是对不对 这个小点瓜不甜 对 然后那啥吧 熟爷表态的 姨爷表态 咱们其实可以就是相处 对吧 是不是处处 那接下来你俩就好好相处 然后今天咱就到这儿 这感觉来了天王老子 都挡不住呢 小弟在这里祝福 二位可以早生贵子 白头到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局限 年轻人追寻爱情 老年人也对爱情有要求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年人 在对待感情方面 会更大程度的取悦自己 这种态度恰恰是想开之后 珍惜生活的表现 因此老年人在相亲的时候更现实 当然有时候 也会因为私心太重 而错过了合适的人 今年六十三岁的杨大爷 就想通过节目来找一位稀疑的对象 身为东北的大老爷们 杨大爷特别要面儿 初次见面哪有空手去的 拿这些东西啊 你必须能空手来 买大银头 这大银头那么贵 银头太贵了 不差这点呢 你要给当没人当成了 我再给你买点兽器 初次去人家家里没有空手去的 所以杨大爷就在来的路上 买了一些水果 红娘给介绍的相亲对象是 57岁的姜大妈 姜大妈为人热情 太冷 看到杨大爷是有女儿一起陪着来的 也丝毫没有扭泥 好好好 这大爷哥给大家买的水果 哎呦 哇啥呀来坐着鸭头 坐吧坐吧 坐吧坐 没事这屋里小点 你坐吧 没事我等着烫锅的 没事没事 哎呦坐那边鸭头 坐那边鸭头 哎呦妈咱们先介绍一下 我姓杨 在杨林 我姜洪 哎呦这名号 美女姜 坐在这边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我女儿 我的鸭头 没事 挺高兴的 今天休息啊 我直接没上班 对家大爷呢 也脸像 两人在热情的姜大妈的招待下 见了一面 这也见完面了 红娘照理要私下问一下 双方对彼此的看法 不知道杨大老对姜大妈印象如何 反正杨大爷的拧事 对姜大妈印象特别好 这不为了维护姜大妈 见自己亲爹都对起来了 你看哪呀 挺好的 挺好的啊 听这话的意思 杨大爷对姜大妈印象也是不错 得到这样的好消息 红娘赶紧又去找姜大妈了解情况 挺好的 人丑的本分 不是烂造造物 基本上眼下一丑 有这个 说好说话也要很有喜欢的感觉 有喜欢的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阿姨 说的 听到说话呢 挺善良的 然后还热情 从里面还能干干 得到姜大妈的正面回答后 红娘也替她们高兴 不管以后相处如何 这初次见面她们对彼此的好感是有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 不仅杨大爷的女儿对姜大妈印象不错 姜大妈对那他女儿也是很喜欢 眼看着两人之间有戏 红娘想让她们对彼此更了解一些 就说起了杨大爷早年当兵的经历 没想到提起这个 姜大妈表示 我就跟当兵的有缘 听到杨大要当过兵 姜大妈对她是更满意了 于是也主动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不得不说姜大妈是真的见谈热情啊 在姜大妈的带动下 杨大爷也主动说起了自己的感情经历 杨大爷是丧偶 这一点符合姜大妈的要求 可是姜大妈离这件事 杨大爷是否会记忆呢 按杨大爷这反应 还是挺在乎的这一点的 为了明确杨大爷的态度 红娘还是决定问清楚 杨大爷的回答也给红娘吃下了定心丸 希望这对大爷大妈能是他们彼此想找的人 那也是李这个事你记不记忆啊 这玩意要有人就不介意了 他就是个普通工人 难看出来了 就我身边追我的人很多 我真的不客气地说我都谁都看不上 那你觉得怎么都差在那呢 外表就不行了 文化素质什么的你看就不行 今天来乡亲的这位大姐眼光有点高 刚一见面大哥的方方面面就遭到他的嫌弃 那接下来他还会做出什么举动 最终乡亲又能否成功呢 请老铁们一定不要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乡亲 我问一下 有个叫康福信康大哥的吗 啊 我 啊 康福信65岁离役 退休金3300元 住房面积30平米 一见面 红娘就发现康大哥的两个耳朵有点问题 康大哥跟红娘讲 自己本身就患有先天性肾亏 再加上当年没有及时救治 所以导致了如今的听力有些受损 同时还影响了他的生育能力 造成我还没有后代 甚至小发育不起来 所以说造成没有精子 没有精子就没有后代 但是那个两个人办事不影响 由于自己的这个毛病 所以康大哥一直有些自卑 1983年 康大哥在当地选择了一个农村菜市的姑娘 而且还到插门去了女方家生活 结婚后的康大哥对媳妇非常在意 在他小心翼翼的维持下 这段婚姻才勉强持续了17年 在2000年因为一件事的发生 让这段婚姻发生了危机 离婚后的康大哥从此下定决心 他要拼命赚钱 让自己的条件好起来 等条件好了以后再找一个老伴 然后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给他 我要是能找到好媳妇 如今康大哥凭着自己的努力 现在每月有3300元的退休间 他觉得自己有条件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那在他的心里究竟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我喜欢这样是白胖的女人 又白又胖的女人 了解了康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想起了同样家住吉林市的甘秀云甘大姐 你好你好我是红娘孙茜 甘秀云62岁 离无房 无退休金 与女儿生活在一起 我结婚早 我离婚的时候好像二十二三岁吧 那个时候我不懂 岁数小 常动时候挨揍 不懂事就挨揍 最后一次他打我 他就这嘴巴打的一顿 惨不过来了 木了不疼了 等昏山全穷了 因为娘家没人 那些年的甘大姐 着实是挨了不少的揍 最后甘大姐因无法忍受非人的家暴 而选择了离婚 离婚那年甘大姐只有二十三岁 有一儿一女都判给了前夫 可怜的甘大姐 甚至连衣服都没拿一件就离开了婆家 从此开始了在饭店的打工生涯 而且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如今甘大姐已经又是二岁了 离婚这三十九年 甘大姐始终没有再找 直到最近才在朋友的宣说下 报名了我们的节目 那如今的甘大姐想找个啥样子办呢 咋的有点也得有房子是吧 咋的也得有工资 够吃就行 我不足以多少多 有个三千两千的就行呗 我要求不高 你只要你人好 我要能看上你就行 了解了甘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觉得她和康大哥非常适合 于是觉得马上拍两人见个面 大姐都到了 真不好意思 先介绍一下 这是康福信 康大哥 这是甘秀云 甘大姐 刚一见面 康大哥对甘大姐的印象就不错 说实话挺好的演员不错 但甘大姐对康大哥却有点没在相中 她就是个普通工人 难看出来的 就我身边追我的人很多 我真的不客气的说我都谁都看不上 外表就不行 文化素质什么一看就不行 甘大姐对康大哥的外貌 以及素质一点都没看好 是在红娘的苦心劝说下 才勉强决定去康大哥的家里再看一看 但还没等进屋 这边的甘大姐又有情况了 看到康大哥家这不足30平米的老房子 甘大姐不免再次失望 但一旁不知情的康大哥 却仍在积极的表现着 我不吃 我不吃 你最辛苦你吃 我不能吃这个 我牙不行 吃不了 我不喝 我不喝刚喝完的车 你给我喝 你给我喝 康大哥一番热情地表示 却丝毫没有打动甘大姐的心 咱们走吧 见到甘大姐的这种态度 红娘连忙过来打圆场 你先跟我出去等 面对红娘 甘大姐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这是啥房子呢 咋处啊 小姐不行 这房子是人的方方面面 都不是我的菜 不行 建议不行 了解了甘大姐的想法之后 康大哥也说出了此时自己的心情 虽然康大哥并不是甘大姐的菜 但甘大姐仍然对康大哥这个人给予了肯定 你这人一丑就是能靠得住 对女人也能好 你这人保证谁给你都能幸福 你不会给女人受气的 大哥一定能找一个好的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老铁 你说甘大姐既然把康大哥说的那么好 那她咋不跟康大哥呢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今天的相亲贼好看 相亲现场直接变谈判 围绕价钱两人互相试探 给少了大姐可不干 给多了大哥一身汗 两人是各退一步相依相伴 还是针锋相对就得完蛋 请老铁们点个赞 跟我往下看 你好是王金海大哥吗 哎哟哟哟哟 你好你好我是红娘佩佩你好你好 王大哥59岁丧熬 别看大哥相貌平平头发少 可人家是个拆迁户命运好 现于今待在家里享福很老 那你现在做啥 现在没有 现在下单 收入靠啥呀 这地方有菜园 给了30多了 占地给了30多了 那现在就是吃毛本的呗 这老话说的好 这柴多米多没有日子多 你这30个W不少也不多 半夜不上在家享受快活 做吃山空后你咋活 那总这些钱都花完了咋整了 花我买够了 为什么呢 还要保呢 这大哥乡大哥好 有钞票还有老保 平物钱的我 嘴巴也是一酸一酸的 大哥说了 自己还有一块地还没占呢 大哥家里还有三亩地等着站呢 这不就是人在家里坐 钱从地上来嘛 大哥是捧着鲜花坐飞机 每上天了啊 大哥跟老伴感情非常好 本以为能相福到老 可老婆因为一场大病 八年前就去了仙境 让大哥至今难以释回 这火车场 火车场离西边还不远 一溜个正好 往常就起电话车 一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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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这人生就像是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就是他先挂 现于尽大哥的子女都不在身边 一个人的日子太煎熬 晚上睡都睡不着 于是就找节目组牵线搭桥 想找个老伴聊一聊 早就是我跟你小啊 还儿女都结婚呢 就一个人跟我这儿一个人 有病不行 有病咱们到时候 有时候找不到 也在挑脸 跟儿子查他挑脸 大哥找老伴的要求很单纯 要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红娘马上联系到了 上次没有相亲成功的大姐 你好我是红娘佩佩 又见面了 赵大姐53岁离异 月入2500家 红娘不介绍 我还以为这是赵大哥呢 这虎背熊腰全是肉 养的这么胖 那猪头肉肯定是没少吃 由于大姐上次相亲没成功 红娘决定再次询问 大姐的相亲要求 你现在还想找个啥样的呀 就是身体好 没有不了事后 有住房 我这人就是纷纷纷纷的 就是比家庭富有几个人被动 丑丑大姐的眼神 这哪里是去相亲 说是去报仇我都相信 听着大姐的择偶要求 还挺通情达理 没啥大毛病 但是见到大哥后 大姐的择偶要求 立马变成了新的版本 很贵 大哥在家等的也是椅子底下着火 稍着屁股撩着心 那叫一个迫不及待啊 大姐叫赵福琴 然后大哥叫王溪海 赵福琴他叫 两人刚一见面 大哥对大姐呢 就是麻油拌小菜 丑你最喜爱 丑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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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挺好看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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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是担的太久了吧 可真是不挑食 大姐长得和你败把子都行 知道你要求低 没想到会这么低 可大姐对你的要求可不低 小时候挺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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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个子在都比你高 都年过半百的人了 找大哥会有啥用 又不能当猪头肉吃 这俗话说 情人眼力出西施 年纪再大也有可能成为情吃 刚见大姐不到几分钟 大哥差点变成白痴 大哥刚才跟我说 就是有点笨 对对对 来不来会说话 文化不高 文化不高 你多是多了几年文化呀 小学三年级吧 小学三年级 嗯 哈哈 就你家孩子是老师 你才读那点书 你才读那点书 我说大姐啊 你以为是菜市场买猪头肉呢 还挑肥减瘦呢 你直接去找个大学生就完了呗 你小学三年都能实践呢 你还读这么点书呢 还有读起来 我讲说我这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就够低 你这文化不高 你孩子文化可挺够 大姐亨毕是自信过头了 放屁颤沙子 既讽刺又打击蛋 红娘也是实在看不过去了 赶紧把大姐拉到小黑屋单独落 你跟人说学历说 咋说话说那么直呢 可不是打的 有点后悔 我这初中第一文化都够低了 这可都好 小学三年就成个事 反正说我意思 我也后悔了 说完我也后悔了 丑丑大姐的表情 说出后悔俩子谁相信啊 可大哥却相信了 立马给大姐又端茶又送饮料的 这吃饱喝足了 大姐也不藏的掖着了 那就直接发问了 你以后咋打算呢 就以后对以后生活咋打算呢 生活以后 格安有多少钱先花的吧 有积蓄 有多少积蓄 大姐你是不是有点猴急了 刚认识还没几分钟呢 就想掏大哥的家里 明显是财富不带齿 存心不良啊 我积蓄那时候现在有 有二十多万嘛 有二十多万积蓄 就是说你不认识 我要上你这会儿来生活 又是咱俩又是能走一起 生活 我全都是我的吧 那我现在不挣钱了 我现在就不能工作了 这都我拿了 那晚年的 那都是我拿的 晚年归你管的 都我管的不够 是吗 对 我跟你说是你上我家 那就是咱俩一共吃喝 穿一个人 这大哥宝大哥好 不光有钱还有老饱 以后的零花不老少 白吃白喝还管饱 这样的大哥哪里找 我现在就是啥呢 我现在就是改变态度了 就是我现在就是对他有好感了 你可拉倒吧 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 你不是对大哥这个人有好感 你是对人家兜里的积蓄有好感吗 你找媳妇 你不管年老还是年轻 那你不可能你一个钱不花 就给人家到你手了 对不对 你该的钱你给多少 咱们也不管多少 咱们不服山不服水 就服大姐的张嘴 要起钱来 那是老母猪带熊肉 一套又一套的 老铁们点个赞接着往下看 也就是2万多块钱 那样一应啥呢 你意思全包括给2万两块钱啊 对我们家多着 你们都快多着 咋的得什么 咋的得什么 这个大姐相亲只看见 白吃白喝 还要3万彩礼钱 真把自己当个黄花大姑娘 这个想法属实有点狂 大姐你在家没事要把体重量 就能知道自己起心起量 大姐说了 我不是要彩礼 而是要结婚必须得花 你买行李买衣服 你不得花钱 那你只给2万你要3万块钱 谁能拜拜跟你来 原来大姐不是不喜欢彩礼 而是更喜欢买彩礼的钱 老铁们别走开 后面的精彩让你乐开回 我们大家跟你说谁多2万块钱 没有那3万 没有 你意思就2万块钱 你就完事了 啥也不管了 对 然后你就给2万块钱 就跟你俩就这么过 是 给你吃 给你喝 给你0万块钱就完事了 你还要钱 你还差 你给多少0万块钱 那你跟你说 给多少 0万块钱 不是我说 你就说你给多少 两人生活费 1月1千块钱 可以够用了 我意思我就听听 你说我跟你俩生活到一起 所以1千块钱都不够吗 你也看出了 你也干净利润 我也是干净利润的人 咱都是过家的 是1千块钱不够吗 意思是你一个月 给我1千块钱零花钱 不是就是咱俩的 零花钱一个月还不够吗 两人1千块钱就够吗 那不够吗 那不够吗 你平时的花销 每个月1千 还是2千还是3千 没计算过 一个月一个人的话 衣服就算你买两件 你平均一件衣服 一般大概是四五百 还是一两百 还是几十块钱 那你就说我这衣服多少钱 嗯 不会 四百 六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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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大姐的嘴一吹 猪都往北飞 有钱不买收音机 就喜欢听大姐吹牛逼 你这衣服六百吗 这是坟头烧纸 鬼才信啊 衣服就像几块尿素带拼成似的 白送咱都不稀哈 跟你俩过了 就是就给2万块钱 对 完了那一千块钱还得两人的生活费 生活费 对 我感觉你还机器有二十万 你是不是出手有点小气了 这样 大姐的脑袋跟地球人咋不一样呢 别说大哥这二十万的积蓄 哪怕是两个亿 和你有半毛线的关系吗 给你两万还嫌少 出门没照照镜子啊 脸上的抬头蚊都可以夹死蚊子了 还有一身横肉蛋 哪里还值这个钱 但是我说一句公平话 你说大哥有二十万 然后每个月能给你一钱 两人好 大姐如果你要是把所有的钱 都算得这么计较的话 是你们俩在话 还是你自己要把 拿钱干上去 不是你们俩在话吗 不是我计较 不是我计较 就是说的 你这个 我就感觉对大哥 可挺精大习俗很就好 我说大姐啊 咱觉得你要的也太少了 就你这身材和胃口 下次至少要给你找有两个亿的 又不留微信了 不留 不留不留 不留 那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就是 行行行行 好了 关于今天的相亲 老铁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咱们下期接着聊 为了祖国下一代 再老也得谈恋爱 只要人类没灭亡 八十也要入洞房 五十八岁大爷来相亲 被美貌大妈迷的五迷三道神魂颠倒 当场就要掏出所有积蓄把忠心点 今天的相亲可太招肖了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金大哥你好 姑娘小乖 金大爷今年五十八岁 每月劳保三点六个K 因为工资少生活累 所以大爷头顶的孤勇者们 早早就失去了兄弟姐妹 但大爷也说了 别看他现在头发稀松 几十年前 他可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千万富翁 这一点 他的兄弟们都可以证明 没有什么账 啥人都很粗粗 身边 当时经济平常的 他七十岁以后 给我交作业费 要五千块钱 给没给他开 他给他不要 他又胡思了给他送钱了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 瞅着哥萨的发型都一模一样 一看就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看完就想问一句 大爷还缺不缺弟兄 钱不钱的无所谓 我主要就是想体验一把当光头的感觉 我原来一直做生意的 我做手机的 9900的时候 大棒棒的时候 就开始做手机 就是手机最早款开始 对对 那是大概是哪年的事儿 96年 97年的 一年的时候多少年 五六十万 民国雨下过河 大铁锅里炖过鹅 问问天问问地 赚了多少人民币 当2023年的我吃方便面 都不舍得夹克蛋 1996年的大爷 早已经实现了年入好几十万 真乃命中有钱躺着转 命中无钱死了算 但即使已经富裕到这个程度 大爷依旧是没有满足 他抓住了时代的封口 只身前往深圳创业 从早上到晚 天天就跟市场里呆了 看总看 天天看 就看手机哪个卖的快哪个啥的 你不就能看出来的吗 看了俩月你就知道这东西怎么做了 玩我就开工厂了 顺利的话就那时候一年的利益大概多少钱 5年 这是四五千万吧 真是唱戏的不看剧本熟实离谱 我太奶在阎王殿都没见过这么多纸钱 四五千万你别说是人民币 就算是花乐豆小编都赚不起 但俗话说的好 人有悲欢离合 也有阴晴缘缺 要是能让你一辈子都顺风顺水的赚钱 那还要温神做什么 没判准或不值那些钱 一下赔吗 这一户贵啊 大概是多少 得两千多万嘛 那是不是我媳妇也说让我回去 回上屯嘛 咋的你得回来 反正你去回来 那我就回来吧 回来他不弄事 说不说不说 就要离了 我用啥呀 我说你要有人也行 你跟我说 他没人 妻子可说了 你就是我的优了美 不仅要把你捧在手心 而且喝光了还得扔掉 而在离婚之后 大爷就如同烟掉的向日葵一般 那时钱也不想赚 生活也百烂 如今就想找个好媳妇 陪自己平平淡淡 别看大爷脑袋上眉毛 被他看上的女人在劫难逃 而在听完大爷的阐述后 小红娘立刻就找到了 眼前这位姓张的大妈 张大妈今年五十字 文化不高但任子 平日里没什么别的爱好 就是有一点小洁癖 你瞅大妈家给打扫的 耗子来了都得哭着走 行了 多的不说少的不老 赶紧安排二老见面吧 而为了让气氛 显得更加活跃一些 金大爷还特意 带上了自己的妹妹来助阵 本来心情是兴奋喜悦的 直到兄妹俩踏入大妈的家门 里面的景象让大爷的脸 瞬间拉得比长白山还长 大爷不愧是生意厂商的老炮 一个戏之末节就能看出这么多层含义 既然大妈不太尊重自己 那么大爷也瞬间没有了 要跟对方搭话的兴趣 从屁股落在板凳上起 大爷那生代就好像了家里的一样 咱俩要在一起就得登记结婚这种行业 这我可以是想 是 就是能就是想过到老的到上 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张纸 对有张纸 心里了他 对心里了 他得说话呀你不能这样 对你 咱以后说的就你们挣这工资 以后就开销啥的 你都给你都给你 这俩人是一个沉默不语不愿开口 一个想把老头工资拿到手 我看你俩也别相亲了 直接整个组合名字就叫雅素贡赏 我这直言直语 你就是你的表达能力也太差了 我这受不了 就是他这一举一动 就表现力实在是让我太不可行 鞋屁 鞋屁其实很好 对 鞋屁还挺干净的很好 不要不要 就个路 咱就做我朋友吧再见 好好 横看成领侧成风 这个不行就换个冲 在跟张大妈摆一摆之后 小红娘火作为大爷 匹配到了今天的第二位女嘉宾周大妈 周大妈今年54岁 每月劳保高达三个K 丑男一头新潮的方便面发型 比我公司的同事都卷 差点就给我看饿了 大妈告诉小红娘 自己的前两段婚姻 就如同餐桌上的抹布 那时尝遍了酸甜苦辣 前夫她就性格不好 说白了就是有点家暴那种 头发都好过一个大死瘤子 眼睛也都给你打青了 就是这几年这个眼睛 翻过好几次就那种充血了 就像当时打坏了那种 第一任丈夫家抱成瘾从不认错 第二任丈夫又堪称懒驴上磨 除了赚钱啥事都做 难以想象大妈以前的日子究竟有多难过 现在就看金大爷有没有本事 拯救大妈心灵的脆弱 丑女化妆那是半鬼 美女如色那叫优美 一看见漂亮妹子就卖不开头 你就说这像不像你家的死鬼 在见到时髦的周大妈后 金大爷瞬间盼了俩人 那是老太太吃棒棒糖全靠铁 你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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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吧 你也有点兴趣糖吧 你吃点 那有糖 我有 我包里有 包里有我都吃 他跟你长那个人太近了 不拔了 不拔了 吃吧 来来 我吃这个那个里来 给亏大妈只是烫了个泡面头 这钥匙再染个发 我都怕大爷激动到当场掘过去 而为了平息大爷兴奋的情绪 大妈也是赶紧开启了话题 主动做起了自我介绍 我那个是做美发的 我常是第二家我开的 什么 发狼 我剃头 烫头 烫头 啥子会 女士的头 对啊 西纳蒂的 那把发狼你知道吗 那是我小公给我洗头的 开西纳蒂学校那个 对啊 不聊不知道 一聊下一条 大爷以前竟然还搞过洗剪吹 怪不得自己的头发早早就下岗了呢 而在听到大爷自述的光辉历势后 大妈对他的崇摆 也是犹如江水一般滔滔不绝 但喜欢归喜欢 自己的缺点也不能瞒着人家 反正我是 我是真的一分糟糕 不用 我跟你啥也不用 你放心就行了 你有没有 都无所谓 我 吃了你一杯子 钱都给你 连我挣的钱 我所有的东西你随便花 你自己能买 你想花买衣服随便 我不在乎钱啊 我跟你我有过钱 有过 好钱吗我有过 现在别说你是一分没有 就算是道歉几十万 大爷依旧能让你吃饱饭 既然话已经落到这个份上 二人的爱情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为了表达自己此时激动的心情 大妈决定高歌一举 不得不说 大妈的嗓子一定是被上帝亲吻过 而且还是边烫头发边亲的 节目最后 二人相亲已成功牵手落下眉毛 那么对于本期的这三位男女嘉宾 老铁门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见 我一年给你的花钱一万 不在生活之内的 最起码你得给我两万块钱 因为啥我本身没钱 你必须给我两万块钱 我能答应不就不能答应 没钱能活吗 喝几百分啊 吃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相亲不要钱 生活没有天 大妈相亲张口就跟老头要两万块 扬言不给 就不可能给予大爷关爱 那么对于大妈的这份坦率 大爷最终是否愿意跟他把堂摆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是不是董大哥 怎么开个门也没见着人 董大爷今年74岁 每月劳保高达4个K 别看大爷拿的少 村这里的钱却多到能随便搞 平日里消费更是能买贵的 就坚决不要免费了 我特意寄了六圈买过的 你看我吃剩这个 这个药冷腾冷 这给你们买 这现在草莓和羊头多贵啊 哎呀把姑娘说这话哈呀 我都不舍得吃 我从来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我这个 吃一里半我就冷 一里半一半 我有钱 这得算个啥呀 这算个啥呀 兜里没钱别发愁 打扮打扮找老头 老头有钱有洋楼 跟他肥出一身油 你给老头敲敲腿 老头带你做衣服 你给老头锤锤药 老头买车让你飙 姐妹们还等什么 赶紧爱特你那些不想努力的闺蜜 再不想 大爷可就被别的大妈给拿下了 我买东西欧亚卖场和沃尔玛 食品车又累多上这两地儿买 这边超市儿出来不买 我从来不讲价 看好就买 不打错 花钱 我兜里哪天都三两钱都穿了 这是平常兜里穿的钱 你出点意啊 你管这么多钱 你是这里边兜 谁能掏就谁也掏不去 俗话说的好 穷不漏贫 财不险富 但大爷却偏偏闲不住 每天不掏出钞票秀一宿 那指定的手脚发扬浑身难受 但大爷也说了 虽然现在的自己不差钱 但要是跟以前曾经拥有的资产相似 那可谓是麻省绑豆腐不值一提 我开一个汽车修备厂 他们改革 万元户我的是36万 就是当时刚有万元户的时候 你就挣30多万 36 这个是你的房子吗 租的 那你自己房子呢 卖了 给了的万岛 比亚山郡州比亚山洋海山 我挣钱了 没想到台方一把给我干掉了 完了我们把那个七弟 买那个一人又分了个百摘个 完就回来了 都寒酸了 你寒不寒酸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真酸了 但凡我兜里也能跟大爷一样 有一百来万 我都敢拿澳洲龙虾当臭豆腐帅 听到这里小红娘就疑惑了 既然大爷手里的盐子还剩不少 那为什么不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呢 那咋没买个房子呢 想买了还要不要 儿子有房子 龟儿子有房子 不愁吃不愁住 兜里的原子七位数 就这样的老 baby 别说是放在老年相亲戚 就算是让他去非诚勿扰 妹妹们也得把他当长钟 既然已经如此优秀了 那么大爷对于自己未来的另一半 会有哪些硬性要求呢 离和死都得无所谓 要好就行 个头的一比六左右 一比六三六五这样啊 只要人品足够好 我就把你宠成宝 身高达到一六五 天天把你当王母 而在听完大爷的要求后 小红娘立刻就想到了 眼前这位姓杨的大妈 杨大妈今年六十六岁丧了 没钱没劳保没房子 正儿八经的三无选手 别看大妈长得胖 则有标准那时有很多想 找一个相互理解的呗 能为我付出的呗 但我物质上的东西我没有 在一个身体好的 必须得没有三高的 我只能说做梦也不是虚空异常 而是老天对你的人生补偿 但大妈的意思很明显 鱼国千层往往都有鱼 万一哪天就有条锦鲤鱼 被自己捞着来呢 而在听完大妈的想法后 小红娘活作安排了二人见面 来了来了 你好 来来来进 吃饭 两牛还可以 你看得了三分 朋友 真挺胖 你想找我瘦了有点的 秀气一点吧 啥情况 大爷 咱也不是十八九岁的小年轻 咋还挑起别人身材来了呢 早知道你喜欢瘦的 当初还不如直接把电线杆子搬来 不过大爷也说了 虽然自己不太愿意跟大妈亲手 但大妈带来的饭菜倒还挺可口 此时的大妈还不知道大爷对自己的看法 见对方对自己的手艺赞不绝口 当即就自信心大涨 直接打听起了大爷的经济条件 你现在自己有没有房子吗 房子卖了 那都老宝了吗 有啊 是 这不也得到老宝还挺 哎呀 靠老宝这两钱就十万钱 什么担分家人 没担分 没担分 没老宝 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生活费的 在那找生活 没有 听君一席话 耳朵直呼了 在了解完大妈现状之后 大爷的老脸瞬间拉的比鞋底还长 啥都没有也敢来相亲 真把我当成慈善家了 成不了 咋的呢 不行 不搭标 哪儿不搭标 有吗不行 没有老宝这块 你觉得 一包卡也没有 这个有病有咋咋整 在老在一起 那工资 反正我就是这一块的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你能养我 你工资咋咋办 咋话 完了 你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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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中树下午罚吗 大妈你也太心结了 这相亲八子还没一批 就着急询问老头工资的分配问题 吃相实处不太好看 本以为大爷会十分反感这种行为 谁料他接下来问出的问题 竟然让当前的局面瞬间峰回路转 假如我到老这天动得不了 你能照顾我吗 哎呦我的妈呀 啥喝 我不照顾你 我找老头干啥呀 你找老板干啥 我问你 听明白呢大哥 你找老板干啥 你能动开了 实在 我跟你跟前 我护人俩钱花 你这句话打得我 你躺到床上了 我腾走了 你打死我 我也干不出来这就是 真是比萨斜塔贴对联 斜了门了 在听完大妈的回答后 大爷瞬间被感动到老雷总横 我那刚才有房子 那谁的房子 你哥这也行 闺女的房子 闺女房子我住随便 我把这房退出去 我把你那儿 一些费用都我的 你同意吗 也行了 啊 也行了 真的 真的 假如你会呢 能同意接受我上你这去 我一年给你那花钱一万 不在生活之内的 咱们一些费用都是我的 一年给你一万块钱买串袋 我啥也不管 你还想咋的 大爷这边是越看大妈越美 情到深处 更是直接张开金嘴 扬言每年给一万块钱 让大妈在商场里自信卖的 本以为对方会高兴到找不找呗 谁料大妈听后 却觉得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 这起码你得给我两万块钱 这起码你得给我两万块钱 那办不到了 吃喝都我的 是 一万块钱给我买穿的 大一点 大妈 你姓杨这不假 长得圆润也不假 但你也不能真就把自己 当洋芋还了吧 供你吃喝撒拉 还有外给你两万零花 厕所里玩撑干跳过分了哈 就连一旁的小红娘都听不下去 直接开口询问大妈 你觉得不够是吗 不是够不够的事 那还没有绝对的 那你觉得你刚才说至少得两万块钱是吗 嗯 我的想法是那样 大姐你买啥呀 一年能用得上两万块钱 也不要再想求什么 我决定是吧 谁也改变不了 眼看着相亲现场渐渐陷入僵局 苦口婆心的小红娘也是完命的撮合 可惜大妈就如同泰山上的石头又僵又硬 今天如果钱不到位 那就别想我跟你同床共睡 那你抠搜的 一万块钱我买了医生 分毛没有 完了家费用是你掏钱了 那身上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你想就是给自己留点啊 我有病有栽 我回家超海要钱的 你给我掏好了 你给我掏呢 我挺着 省着月亮响的太阳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你也不怕消化不凉 一旁的大爷差点就给气笑了 不出所料的 二人的相亲最终还是以八笔Q搞中 那么对于本期这对男女嘉宾 老铁们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见 老年人相亲有多直接 长按视频点赞出发强烈推荐 今天这大爷无房无车无存款 简称三无大爷 虽然大爷要啥啥没有 但是大爷眼光却特别高 不光要求女方有住房 还要求女方年轻貌没有退休金 还真是臭袜子当口罩 臭不要脸 大爷名叫百战华 六十四岁 一个月退休金有三千六百元 租房住 大爷呢生活特别紧张 所以已经退休的年纪 还在四处打工维持生活 每个月能赚个两千多 就算这样 大爷也将就够维持生活 毕竟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 不可能一辈子都打工 如果只靠退休金过日子 大爷交了房租 基本上不过每个月生活 所以聪明的大爷想着找个老伴 只要女方有住房 自己的房租就省下了 这样能减轻生活上的压力 年龄嘛 嗯 跟我差不多一起 人体好一点 性格好 这条里头有房子 按照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有房子的65岁李贵乡李大姐 李大姐的房子是五年前买的 由于资金不是很充足 所以装修特别简单 大姐说 虽然以前很辛苦 但是很幸福 就算租房住也很和美 就在二十年前 丈夫突然心机梗塞去之后 大姐就一个人工作 养活着孩子 终于现在存的钱购买房子了 大姐毫不犹豫的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 给自己一个家 大姐是个自强自力的人 她觉得凡事都不能靠别人 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 现在呢 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 互相依靠 最好是有住房 但是如果实在没有 自己也可以接受 说话能自同道合 能互相体贴 互相谅解 互相包容 最好她也有住房 如果说是她实在没有住房 那你就说俩人看好了 就说那你可以倒出来 因为我这种不是像人家说不理解人 不善解人意那种人 不是那种 就这样 红娘带着大爷来到了大姐家了 刚进门 大姐对大爷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但是大爷却觉得没演员 没演员还有点差 但是这个年纪已经不是靠演员过日子的人了 两人决心再多了解一下 李大姐直到大爷今天来 准备包一顿饺子来招待大爷 就这样大爷赶皮 大姐抱歉 两个人有说有笑 期间大姐问了大爷的工资情况 大爷也老实的回答 现在年纪大了 没什么合适的工作 所以在家 你现在退休开多钱了 我现在退休怎么说 就算三天六吧 你现在退休啥没干了 现在啥没干了 那个前年打了 打星杠了一年 反正现在也没有适合的工作 现在就什么都没干了 大姐一听大爷这么说 觉得大爷还挺诚实 所以就算大姐没有工资 她的工资也够两个人花了 接着大姐问到了住房情况 住房呢 没房没车没存款 没房没车没存款 大爷也很直白的说 没房没车没存款 但是大姐觉得这些都不算是问题 没有住房可以来她这里住 就在这时 大爷发现大姐听力不太好 听到大姐说她听力有问题 大爷明显有点不类意 她感觉听力的问题 会随着年纪增长而越来越严重 大姐看到这个情况 知道大爷挺在意这个问题 主动提出相亲解处 看得出来大姐那是满满的失落 接着红娘又给大哥介绍了58岁的 于凤之于大姐 不得不说红娘的效率是真的高 这样的三五老大爷 都能随随便便找到能接受她的另一半 于大姐呢是独自居住 房子50平米 由于是一个人居住 大姐便养了小猫陪伴自己 平常还会卖卖猫崽子 补贴家用 于大姐之前是个体商户 没有养老保险 但是有低保 一个月也就400多块钱 平常就是靠着养猫卖猫崽子赚钱 或者姑娘给她拿点 日子也就这么过下去了 现在女儿也成家了 大姐就想着再找个老伴 一呢能供自己生活 二呢也没那么孤独 最重要的是 大姐想找个没房的 能上门的 大姐觉得去别人家没有安全感 大爷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就是不知道两人是否有缘分 于是大爷提着水果来到了大姐家 刚进门 大姐很是热情 大姐觉得对大爷的演员还行 可以接着了解一下 但是大爷却不这么觉得 大爷直白的表示没有演员 外表还行 这么大事 还要说啥 能不能这样 演完人都过去就行 咱们这样 还有 还想 你过来 都不行 但是感情是相处才会有的 所以也可以继续了解一下 刚坐下 大姐就开门见山的提出 希望大爷能来她家住 唯一的要求就是对方的工资 够两个人生活费 因为在一起了 也不好开口跟女儿要钱了 你没有房子吗 我没有 我现在出房 那我 我这也行 我就希望能上我家来住的 那条件吧 就是说像你这工资 要是说没有 不帮助你儿子啥的 就咱俩吧 我都跟你说 说心里话吧 就是我一个月就是 就三百多块钱 还是低保 平时吧 我自己就是靠我女儿 给我那个生活 但是 我要是说 比如说有成家了哈 那我就不能抽染的药了 你心里不是那么回事的 你心不心 大爷一听 表示是可以接受大姐的要求 另一边大姐也直接坦白自己的身体情况 我有点小毛病 就比如说那有点滑膜炎 对有点疼不能走远道 完了那个腰脱吧 就是 又那个那两年 就是去年嘛 有点发现腰有点疼 完到那边一查吧 说得四指五指腰脱 但是你轻 你不能干重重脾力 尽量说得那个扫子啥 又不像穿高鞋 反正就是那辣的 说因为这个岁数吧 这个病很正常那样的 这都是年轻的时候说得 有什么伤害了 现在有点的 反正就是不做剧烈运动啥 没有什么纵活没啥太大的 大爷一听 直接不乐意了 本来就没相中大姐 现在身体还有病 这要是严重了可是个大问题 他有病 身体也不好 他这个病也不影响正常生活 谁要脑腿疼 那不行 要脱了这些东西 他不犯是挺好的 一旦犯了 一旦犯了 那就卧床不起 就 我就是不想再耽误那个时间了 因为这种人 因为我没生中 就没有必要再聊了 是吧 再聊10个时 20个半个时 一要10 也是这结果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 首先是长相 我要求挺高的 大哥那你觉得啥样的 不算好看的呀 像张眼那样类型 在这边找另一半 这边量 我条件不想降低 其实双方至少在长相上 都应该差不多体骗 反正我这块还是 很眼缘 没不到位 我还是第一感觉 大爷的相信又失败了 其实大爷说的不无道理 但是年纪大了身体 有些问题是难免的 啥都好 有房有存款 长得也好看的人 能不能看上你都是个问题 人还是得认清自己 不过大爷会在意也是正常的 毕竟大爷的条件不好 如果真的另一半病倒了 大爷也除不起前治病 那么你们觉得三无大爷 还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吗 欢迎留言评论 你怎么教堂这么发达 就是再远的话 你说你七八小时就过来了 或者过去了 然后手机啊电脑 网微信的都这么方便 我觉得不是问题 然后我不知道你觉得 这是不是问题 就这样 这么远 现在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 男人脸 你应该说就说 你 57岁大哥 相亲是16岁大姐 大哥帅气 大姐漂亮 本是天造地色的一对家人 奈何距离太远 成了大哥心头的顾虑 支支吾吾了半天 英师妹憋出半句话 江大哥今年57岁 每月收入4000千元 两套房子 这个 小楼子 那个 一单元 一单元 咱这是法山标 对 谢谢哥 那几楼 一个楼 挺亮的 这是洋面 这个楼梯有点抖 往那上面小心点 嗯 嗯 反正也 没有啥用 就是 放东西 哎 就放个东西 那咱这边能看出沙 对 嗯 夏天井还是挺好 挺好的 完了 还有鸟啥的 那个楼头有个 歌舞 大哥的房子 是个小服事 还挺敞亮的 窗外就是大山 冬天时 可以看矮矮白雪 夏天可以看绿树环抱 一年世纪都是美景 除了这套房子 大哥还有一套房子 出租给别人来 每月还能有个两千多的收入 靠着租金和工资 大哥每月过的那是相当自愈 而且大哥马上就要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这下子就可以拿着退休金好好享受一番了 这兜里有了钱 人就有了底气 大哥是个三好男人 平时不抽烟 不喝酒 也不打牌赌博 唯一的一个小爱好 就是炒炒股 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现在挣4000左右 4000左右 那里面还有多少能退休 还有三年 三年退休 那退休之后的工资呢 能大概有多少 能4000多 5000多 它疫情就是炒股炒很多年了 炒股那有20来年 20来年 嗯 那咱现在的成果是 有多少钱 赔过20多万 20多万 嗯 这数挺大的 算多少 也没算多少 就算整个本吧 现在 最反正 嗯 不是说就是你要真懂吧 就是没有 也没有那么大风险 嗯 你要是不懂的话 你你下来掌呢 那那那那肯定是有风险 大哥炒个股 直接炒没了搬套房子 好在大哥家底身后 这些钱也没太放在心上 大哥平时还爱运动 各种运动都涉猎一些 随随便便抱个马拉松 还能拿回来一块奖牌 大哥有过一段婚姻 因为与妻子感情不和 两人和平分了手 离婚后大哥也一直没找 一直一个人生活 早些年有朋友陪着 一直也不算太孤单 人到晚年也越来越害怕孤独了 大哥就想找个老伴 两人手牵手 余生一起走 要说起来 大哥这要求也不算狗 但是要想找到复合的也挺难的 毕竟虽说白在这里 难免都有孩子 怎么可能毫无负担呢 踏实过热 你家自己有经济来源 没有啥负担 身边的屋子女的吧 不过红娘很快就给找到了适合的王大姐 大姐今年46岁 每月收入3000元 大哥一见到大姐 就只知道啥了 看来对大姐还是挺满意的 毕竟咱大姐虽说已经40多岁了 看着还挺年轻的 这要是说30多也有人相信 我咱们看看这个屋都啥样 从这窗户居然能看到山了 对 想要是忘了忘了山 很好的 一门见南山 一门见南山 可以吧 一看感觉是挺老实的 挺普通的 只是在这里挺老实的 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挺满意的 演员的观说是过了 随后大哥带着大姐参观了自己的房子 听到大姐对房子还挺满意的 咱大哥也是飞机上吊油桶 高兴 都说要想抓住一个人的心 就得抓住他的胃 大哥就想露一手 暂时暂时自己的厨艺 正所谓男女搭配 站活不累 对 平时啊 嗯 一般就是简单地做的 厨房这块你不用谦虚 因为我除了会熬走 其他好像都不太会做 对 整天好 还有我的 有的时候吧 不是说不会 而是看自己想不想干 对 这就是看来想不想折磨 一顿饭煮下来 两人的感情也升温了不少 好不容易开放了 两人总算可以坐下来 边吃边聊聊基本情况 大姐的这一通马屁 显然是拍在了马腿上 基本上没有险下的时间 我们忙的时候 一个月可能二十二三十三十天 能休两三天都有可能的事情 你去住啥 酒店 嗯 你去住啥 就是威士丁 长白山那个威士丁 洗来灯应该很出名 国际洗礼酒店 现在属于万豪名下的 什么 什么财务 财务忙吗 有时也挺忙的 今天是精神得罪 共产有限职员公司 谢谢咱妹妹 他妈 他是咱们得罪不了 嗯 你是咱妹真不敢得罪 水务里快点 掌管的生机命脉 和生命命脉 两大命脉被他掌握了 除了空气 没掌握 你说说话被他小心点 现场的气氛顿时陷入了尴尬 不过大哥对大姐还是十分满意的 于是又问起了大姐退休的事情 大哥的这段操作 直接把刚刚尴尬的气氛打破了 两人之间的气温也逐渐回省 那得多大份退休 50 那还得几年是吧 嗯 这几年吧 47 多几年吧 58 不是吧 还没过完 12月份呢 这都是毛巾 于是大姐又说起了穿衣问题 大姐这一个问题 直接把咱大哥 总不会说话了 大姐平时爱搭扮 所以她也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能多关注一点自己的外在形象 咱大哥一个人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于穿衣这块并不讲究 这不就让大姐嫌弃上 如今隔在两人中间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两人属于异地 相距比较远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因为我们年轻在这不像年轻人 必须天天连在一起 如果真好还是可以的话 一点也无所谓 现在这么交团这么发达 就是再远的话 你说也要七八小时就过来了 或者过去了 然后手机啊电脑啊微信呢 都这么方便 我觉得不是问题 然后我不知道你觉得 你觉得是不是很好 就这样的那 正远 这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 对大姐来说年龄不是问题 距离就更不是问题 已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想去哪里不是一天之内都能到 但是大哥吞吞吐吐了半天 硬是没憋出一句话 大哥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一句话的事 怎么到你这里就这么艰难 难不成是觉得太远了 又舍不得大姐的美貌 才这么左右为难 太远了 就是和他说了一天了 完了 这沟吞也挺费劲的 就远了 他说是挺在意这个距离的问题 你看我这个一个女人 都很直接了当地说了 这不是个问题 他很在意这个问题 看大哥吞吞吞吐为难的样 大姐直接把话挑明了 这不说话不就是拒绝了吗 不过大哥这过滤也是对的 毕竟老伴老伴 老来相伴 老了还要分隔两地 这算什么老伴呢 最后 两人这次的相亲 当然是没有成功了 希望大哥大姐能早一觅得两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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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